也不能够支持他们 其实做生意的都不能够支持他们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都不是亲中子 而且呢他说 他如果中选 他要撞回新加坡的弯桥 想来想去就是要弯桥 他们整个思想就是这样 弯来弯去 从来都不是智的 不像我们 我们是政治的 我们讲一套 我们做 我们讲 我们做 不像他们 讲一套做一套 讲一套做一套 我们讲话是算数的 魏家翔在这边做了三届 在这边做了部长 他 谢谢你 谢谢你 各位 他把刘正东把 这个谢关泰副部长干掉了 尤其居然 把何国中副部长干掉了 何国中副部长 是帮忙我们马来西亚政府 能够全面的去承认 台湾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 全部都是何国中做的 而且呢 南方学院能够提升成大学 韩江学院能够提升成大学 都是何国中 或是做的 可是你今天把华人的经营给干掉了 你现在还要来 这个 来这个永平 你要把 魏家翔干掉 你要把一个好的部长干掉 为何事做出这样东西 为何小做出这样东西 我跟你讲啊 我会跟他讲 No 我们不能够支持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同给魏家翔 这样好的人才 我跟你讲 我在冰城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样弄我们 成奇良你很好 你好人入错党 去每一个地方好的医院 他没有办法找你的渣 他就是这样子讲 我告诉你 各位同胞 你不要上当了 没有所谓好人入错党 就因为马华好 所以才会有好党员 才会有好外呗 像他们这样烂的党啊 刷谎的党啊 仇恨的党啦 欺骗的党啦 推人跌倒的党 推人跌倒还要骂人 还要网络霸凌 然后呢 现在做那个打小人的影片 还讲我们自导自演 各位同胞 这个哪里是一个震惊的人 我看他们神经操乱了啊 不要选神经操乱的人 来当你们的一员啊 各位同胞 在冰城 除了这个淹水的问题啊 除了贪污的问题 63亿的这个隧道 讲了这样久啊 已经批了七个年头 到今天只听楼梯响啊 还不见隧道来啊 我看睡去了啦 本来呢 他说有两件中国公司 这两件中国公司 北京成建 跟这个中国批建 两件公司喝起来的资本呢 是45亿 所以他一讲什么 你跟我讲 这不是买的哦 我们有两件公司很强的哦 可是呢 这两件公司 现在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公司里面啊 承包的 已经不见了 不见了 变成是谁 变成一个做服装的公司啊 Fashion的公司 能够做海底隧道啊 喂 所以我跟你讲 做不出来就是这样子 但是做不出来 钱已经给了人家 给什么钱 他讲我们没有给钱 你没有给钱 你给人家土地嘛 你给人家两块土地嘛 这两块土地呢 都总值都差不多呢 19亿 你给了人家这两块土地 人家已经在建了 建物质 建了物质不是给并成人民 因为他物质一间要卖百万以上的 是给外国人的 所以我跟你讲各位 如果这一个海底隧道没有赖钱 没有贪污 他为什么要用呢 2200万 给一个印度人 给另外一个人 去呢 帮助他们 这口费 就是呢 要去收复这个贪污 去的官员 叫他们不要继续查下去 如果没有贪污乱钱 你为什么要给这种钱 这个是时髦招之心 一看就清楚了 所以各位同胞 我希望让你们知道 当初他上来的时候 他说 给我们 国政40年做不到的 我们给我们一切 我们就做到了 他去旁旁还讲大话 你那边的淹水 给我一年我就做到了 结果七年的时候就淹大水 对不对 淹大水 他还半夜哭了 打电话给部首相求助 各位同胞 淹水了 有两个人死去 他讲不是淹水死 是车祸死 是意外死 另外呢 在我的选区有三百头猪 是淹水 那个鸟鱼村啊 新村 养猪 养 养 养鸡的很多嘛 三百头猪被淹水了 他说不是水淹水 是新疆命下死 各位 这样好笑的话都讲得出啊 所以你现在是选谁 各位你是选代意识代表人民的 要去国会辩论的 要去把职员 要去把整个策划带来给选民的 能够帮助你们的地方的 你不是选这种 有无论吃乱耍骗话的 所以各位 我们不用再考虑了啦 因为呢 我跟你讲 马哈调也不能够救国的啦 你讲什么 马来海啸没有这一回事的 如果马来海啸有的话 林冠英零吉祥 你去干嘛打 Najib啦 去打马来区啦 为什么你不去打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去打马来区 有马来海啸吗 对吗 骗人的 OK 这些都是散情的 所以我们在509 继续的同给魏家祥 同给阿顺 同给三叔巴黎 谢谢大家 因为我时间到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关系 谢谢 好 这次谢谢我们的陈清良 陈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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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没有继续 下一位的主讲者之前 我们这边 我的右手边就是左手边 还有些位置 旁边的呢 可以坐下去 把位置填满间 OK 那吴孟岗 陈地霸岸 掐入永平 林天胜 那我们将赵巴黎 永平候选的 林天胜 立临现场 林天胜 林天胜 比较尖狗 比较尖狗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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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尖狗 来 来 让我们也热烈自己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天寿到台上分辖 明天寿 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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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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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请天寿同志到台上分享 让大家看看你英俊了叻 来 明天寿同志 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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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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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祥天順永平忘忘 家祥天順永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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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こん 今天晚上我从后面一直握手一直拍掌到前面来 各位其实我的心里面是很感动的 真的好感动 我看到好多好多阿顺的朋友 我看到好多好多曾经跟我一起努力的朋友 我看到好多好多曾经跟我一起为这一个地方努力的朋友 大家都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做朋友 AND ribег 我每次参加os 我試猜至 Chelsea 我认识 我认识 各位 各位 referred 这两个哼 有些已经出奏 其实我很担心 因为几乎从那一边到这一边 下取了这一个亲朋好 我在说今晚完了 今晚真的完了 当我看到我们这一边的工作人员 把一些照片发给我的时候 我看到依然有好多的朋友 今天选择出来 撑着伞坐在前面 或者躲在走廊这一边 只为了等待我们 只为了给我们这个机会 只为了来听一听我们要说什么 所以我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一声 谢谢大家 各位 再多两天 今天是5月6号 5月7号 5月8号 5月9号 再多两天的时间 也就是48小时之后 大家就要做下一个决定 做下一个怎么样的决定 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一个地方 的人民大意识 做一个决定 那这一个决定做之前 我可请所有在场的朋友 必须要重新的再思考一次 不论你是支持我们的 或者你是之前 你还在考虑的 或者可能你不支持我们的 Please 请大家再好好地冷静一下 还有48小时的时间 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最慎重的这个考虑 各位 今天我们要选的是一个人民大意识 这个人民大意识将代表着我们这一个地方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为我们的这个人民大意识打分 我们就要为我们这个人民大意识过去的表现是否及格 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这个人民大意识过去 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我们的这一个要求 那我翻开好多的这个记录 我尝试要找一找 过去我们这一个地方的州议员的一些成绩跟战绩 各位 我找了好久 很可惜 我很排泄 因为我真的找不到资料 为什么找不到资料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上一届到今天 都不管对我们永平的朋友 许下任何的承诺 所以当你叫我给他打分的时候 我还真的不知道要什么 所以各位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今天天顺或者阿顺 有这一个机会 站在这个舞台上 今天我有这一个机会 代表着马华 代表着这个国阵 必须要站出来外面 必须要站起来 代表着我们同志的期望 代表着全体永平人的这个期望 我们要想办法 让永平这一个地方 如何的越做越好 各位 在过去 我在这个地方八年了 各位 八年了 我不担心 有些人在他们的讲座会上面 对我各种各样的攻击 不要紧 说我是外来的 不要紧 说我今天为了一些小事 在舞台上面流眼泪 不要紧 真的不要紧 这一些东西 我都能够忍下来 这一些事情 对我各种各样的辱骂 不要紧 我都能够选择把它吞下去 因为 因为我知道 接着下来的这一关 我必须要非常沉坐的应战 我知道 接着下来 我要想尽办法 如何的让永平这一个地方 会越来越好 我要想尽各种各样的方式 如何的去把永平 这个地方的发展做好 如何的把永平这个地方 各种各样的基础建设 把它做好 各位 我用了好多好多的时间 在过去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 我身为大都市里 魏家翔博士的这一个特别助理 我跟他一样 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也是一个年轻人 我的能力呢 也非常的有限 各位 可是我从来不会说放弃 我不管面对我的前面是谁 不管是任何的达官 想要的好 各位 今天我为了永平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绞尽脑汁 用尽我一切的这个能力 跟资源 因为我知道永平到明天 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 对不对各位 所以 过去 过去这一个地方的民生课题 各位 这一个地方的民生课题 自从我做了这个区会主席之后 我很庆幸 因为我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我的这个团队里面 先一言村长的好 他们非常的给我力 他们非常的帮忙 所以我很庆幸的是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可以不需要为这些民生课题 操心的 我也很庆幸的是 我们这一个团队 今天只要永平人有任何的要求 今天只要永平人有任何的这个投诉 我们都竭尽所有 我们今天把民生课题 把它系统化了 我们今天把民生的这个要求 都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各位 过去的这几年来 我们的整个团队 县议员跟村长 想方设法 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的家乡 为了让我们大家的这一片土地 永平这个地方 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在这边过活 大家能够在这边 开开心心 安安乐乐的 在这一个地方生活 所以各位 我借大家的掌声 送给我这一帮 莫莫奉献的县议员村长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过去 已经成为过去 过去的这一些表现 我们只希望大家能够慎重的考虑 过去我的这一个团队 过去天顺的这一个服务的表现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慎重的在考虑 不论天顺有没有帮助过你 不论天顺今天是否有接触过你 各位 今天作为一个年轻人 今天作为马华新生代 今天作为这个国阵的候选人之一 的这个年轻人 我真的希望大家放这个马 让我们年轻人的声音 能够有效的传达到政府的内部机关里面 好不好各位 来过去 用了好多的时间 将这一个团队磨合起来 过去用了好多的时间 想方设法 把这一个地方的名声课题处理好 那都是为大家博士跟不用说了 那之前过去解决水的问题 水灾的问题 学校的问题 Klinik的这个问题 那我要说的是 虽然是我们应该做的 可是那也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 今天 有达都为了努力 再加上我们整个团队给予他的配合 今天我们很敢大声的说 过去的这些表现 我们没有让永平的朋友失望 各位 我们没有让永平的朋友失望 因此我们希望 各位永平的朋友 给我们这个力量好不好 让我们继续的为这个地方努力跟耕耘的 各位 从2017年 2015年开始 16年 尤其在2017年的时候 突然会好多人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的永平越来越出名了 突然间走到哪里都好 当你问起人要问起你 你是哪里来的 你就会说我是永平人 人家会说 哦 卡溜永平 各位 我要说的是 这一切都不是来自偶的 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们过去2015年的时候 大家都会告诉我说 天顺 我们必须要为这一个地方的未来 做好一个规划 我们必须要为这一个地方的明天 做一个更完善 我们永平的明天要到哪里 所以 在2015年的时候 我带了我的团队 到好多的这个华团 到接触了好多的民众 去听了他们的意见 在听了意见之后 我们拟了一个计划 叫做永平123方案 我们在16年做了筹备 在17年18年将会推动旅游年 再接着下来192021年 我们将会推动永平的经济转型 那各位 2017年 是我们推动旅游年的第一名 我们整个永平街头巷尾 布满着游客 好多的人都来到了永平参观 好多的人都来到了永平参观美食 突然间网络上 都是永平的新闻跟短片 突然间报纸 都一直来到永平做转访 同样的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一切也不是偶 不是偶 这一切也是一样 背后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队 那在为我们的永平的明天 做一个规划的这个同时 各位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身为这一个团队的领头 今天这个卡六永平的整个规划 各位 今天永平卡六永平的这个规划 我们尽心尽力的在推动 接着下来 我们的好戏 还有一步一步来的 那我们期望 2017年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始 2018年的今天 我们想要把永平的明天打造的更好的同时 各位 我们需要这一个力量 我们需要这一个支持 可不可以将你的这个力量给我们 这一路走来 真的是不简单 卡六永平的诞生 设计各种各样的做法 我相信如果知道的人都应该了解到 这一个过程不简单 那过去2017年的这个打造跟这个包装之后 接着下来 2018年各位 我们做好准备了 我们要在永平这个地方 继续的推动我们的这个旅游年 我们要让我们的永平这个旅游小城镇 我们要重新的包装我们的这个小福州 让我们永平这个地方 重新的注入一个生气 因此我需要各位永平的同胞 永平的朋友 大家一起总动员 各位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大家一起为永平努力好不好 各位 那在最近好不容易的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款项 接着下来 我们将为永平的这个旅游业 注入一个新的生气 我们要让永平在这个旅游上 是实至名归的 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小福州之名 更加踏踏实实 更加符合我们永平人 作为一个小福州之地 因此我们需要更努力 更包装这个地方 让永平这个地方 继续的通过旅游业 来打造我们永平明天的这个经济 各位 这个经济将造就一个全新的这个经济模式 让更多的人 能够在这个旅游业里面奔一杯羹 让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回来这一个地方 分得一杯跟创业 那在过去 2017年罢了各位 我单单稍微算了一算 2017年 因为旅游业的这个推动 永平至少增加了20间店面 吃的喝的玩的 永平都有了 可不可以让我们把这个掌声送给永平 这一个地方 他需要更加完善的这个规划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旅游年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旅游的无缘工业 能够让永平的这个经济 能够继续的腾飞 我们希望我们永平不只是靠一个富洲餐 跟几个主要的这个旅游景点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打造 永平更加实至名归 到这个旅游小城镇 各位 准备好迎接永平的明天 跟未来的没有 各位 所以 接着下来 不只是这样 我们更加重要的是 要如何的去推动各位 我已经告诉了我自己 我告诉了我自己 之前我的能力 是有限的 我只是一个国会议员的特别助理 可是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放弃 今天面对困难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今天面对挑战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跨越它 我们绝对不会找借口去逃避 我们不会像有一边的人 他告诉你说 哎呀我不是政府 所以我不能够做 他会找借口告诉你 我不是政府 我没有资源 各位 我也只是一个小小国会议员的助理 可是今天 想尽办法 动用整个社区的力量 动用我们社区的这个志工 找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回来帮我们做录影 做拍摄 各位 今天卡溜 永平的诞生 绝对没有任何的借口 能够阻碍我们的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告诉了我自己 接着下来 如果大家能够继续的 给我这个力量 我准备好 我们必须要让永平的这个地方 能够继续的腾飞 除了动用这个旅游链的经济以外 我们看中的是 接着下来 这一个与 这个经济的 这一个转型 我们必须要推动 这个地方的经济转型 这个地方 靠的是农业 目前 它靠的是农业 因此有好多的 这个年轻人 都不能够在这 都比较不喜欢参与农业 所以大多数的年轻人 都喜欢到我们的 这个邻国 或者到大城市找生活 这没有错的 年轻人向往 大城市的生活没有错 之前可能这一边 也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 也没有错 因此 我们今天遇到了困难 我们今天遇到了瓶颈的时候 各位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跨越的 让我们大家一起 伴随着这个 南都西味达翔博士的步伐 我们今天要推动 永平经济的转型 我们接着下来 要吸引更加多的 这个中小型企业 来到永平这个地方 投资设厂的话 我们要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制造更多 清商的环境 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 能够在这个地方 创业找生机 各位 这是我们接着下来 主要的工作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年轻人留在这个地方 至少让我们的经济活力 动力起来 最重要的是 年轻人留下来 我们的父母身边 也有一个伴了 各位说好不好 这是我们努力 要的工作方向 不要以为我哭 我会哭 各位 每一个过程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我之前 我一直在帮助达国西里达山博士 我帮他打工 OK 我帮他打工 做一个助理 他告诉我 天顺 想做什么 你就去做 他作为我的老板 作为我的这一个恩师 他今天会无条件的力挺我 让我能够为这个地方 能够付出一些心血 虽然我不是出生在这一片土地 虽然我不是在这一片长大 可是各位 这八年的光景 我几乎每一天都在这一片报道 这八年的光景 我几乎把这边的每一个人 都当成是我的好朋友 都当成是我最好的长辈 因为我对这个地方 八年的这个感情 每一个人 我都下了真感情给大家了 各位 我真的需要这一次的这个力量 让我能够有这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继续的有这一个动力 带领着大家 跟大家一起 为这一片永平 这一片土地而努力 好不好各位 我真的需要这样的力量 对这一个地方 对这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人家问我 天寺你哪里来 我都会很不直接的告诉人家 我是永平来的 我是永平来的 并不是说我忘本 而是因为我把我自己 跟大家 我和你一样 我们没有任何的差别 各位 我们没有任何的差距 过去的这几年 因为有大家的陪伴 各位 我和大家一起努力 为这一个地方的明天 各位 我需要大家给我这一个信息 好不好 我真的需要大家的 周围 全球 实际上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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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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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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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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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除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希望大家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就是通过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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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